昨天所有媒体几乎都发了一个大新闻 路透社易普索最新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以微弱优势领先前总统特朗普两个百分点 我就问你 你相信这个数据吗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转发这个新闻 而且还进行了比较激烈的讨论 另外虽然这件事的参考意义不大 但是里面却有很多知识点 所以我们打算和大家说说这件事 这个新闻就是一个真实的谎言 什么叫做真实的谎言 简单的说就是 这两个民调公司调查的过程和数据都是真的 但是方式和结论却是错的 首先这个民调没有广泛的代表性 2024年总统大选过程中 有500多家民调机构参与于民意调查 而这次的调查结果 只不过是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的调查结果 根本就没有广泛的代表性 绝大多数民调机构的结果都是特朗普的支持率要高于哈里斯 其次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的调查取样也有问题 大家看看调查过程 路透社易普索于周一和周二进行全美民调 对426名民主党选民376名共和党选民和341名独立选民进行了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 哈里斯以44%比42%领先特朗普 误差幅度在三个百分点之内 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学计算 这次总共调查的人数是 426加376加341等于1143人 新闻报道里面说的是调查了1241人 实际只有1143人 实际人数比调查人数少的主要原因是 有些问卷没有收上来或有些是无效问卷 收上来的有效问卷是1143份 哈里斯的支持率为44% 那么支持哈里斯的人数就应该是1100 那么我就基本不可能去支持共和党的 注册为民主党选民有什么好处 因为有些事情 你必须要注册为民主党选民才有投票权 比如民主党想要在两个总统候选人里 选出一个代表民主党 这个时候就不能让所有人去给他们投票 因为共和党可能去捣乱 如果所有人都可以投票 那么共和党就可能会号召自己人 都去把票投给给民主党内那个比较差的人 支持哈里斯的有503人 其中包括了426名民主党选民 支持特朗普的有480人 其中就包括了376名共和党选民 我们必须要把这些铁杆支持者减去 剩下的就是独立选民 支持哈里斯的独立选民为503-426等于77 支持特朗普的独立选民为104 大家看出问题没有 在独立选民中支持特朗普的人数更多 支持特朗普的独立选民比例为104除以 77加104等于57.5% 那么美国有多少独立选民呢 根据美国最具权威的民调机构 盖洛普发布的数据 2023年美国成年人中独立选民的占比 已达到43% 创下2014年以来的新高 如何才能保证民调更具准确性 按照正常道理 如果抽样调查1000个人 那么应该选430个独立选民和570个注册选民 570个注册选民 美国两党注册选民是差不多的 那么注册选民应该各是285人 430个独立选民中 支持特朗普的比例为57.5% 那么就是247人 这下我们来计算下真实的支持率 特朗普的支持率等于285个注册选民 加247个独立选民 除以1000乘以100%等于53.2% 哈里斯的支持率等于285注册选民 加183独立选民 除以1000乘以100%等于46.8% 现在大家看出问题了吧 特朗普的支持率为53.2% 哈里斯的支持率为46.8% 特朗普整整比哈里斯高出6.4个百分点 这就是亲民主党的民调机构做的第一个小动作 在抽样调查的时候抽取了更多的民主党注册选民 第三支持民主党的选民不太愿意去投票 假设我和你竞选村长 一个民调机构进行了调查 村里100人有60个支持你 40个支持我 我就必输了吗 未必 虽然支持你的有60人 支持我的只有40人 但是最终投票的时候 极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支持你的60人中 可能只有30个人去投票了 而支持我的40人可能都去投票了 最终还是我当选 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和支持共和党的选民 哪个更不愿意去投票 民主党选民更不愿意去投票 为什么 哪些人不太愿意去投票 穷人 穷人每天都在为生计而奔波 他是没有太大心情去投票的 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去打点小工多赚点钱 穷人一般做的都是体力活 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多休息下 美国最穷的是哪些人 是红脖子吗 错了 红脖子是白人 他们并不是最穷的 在美国最穷的是所谓的有色人种 即黑人和拉美裔 这些人大多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这个问题是在奥巴马时期被发现的 在奥巴马之前 想要通过邮寄的方式投票 条件是非常苛刻的 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 才可以用邮寄方式投票 比如美国驻其他国家的军人 是无法回国投票的 那时才可以用邮寄的方式投票 但是奥巴马改变了这种规则 邮寄选票真正开始发挥作用 是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的 随着选民身份的多样化 民主党人发现那些底层移民家庭妇女 年轻人的参政热情并不高 亲自前往投票站的更是少之又少 而这些人恰好是民主党的基本盘 为了获得这部分选民的投票 民主党积极推动相关立法 让邮寄选票走进千家万户 共和党当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共和党是拼命阻止邮寄选票的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当时全美最高法院 牢牢掌握在民主党手里 共和党怎么也告不赢 等到特朗普改变最高法院的布局 已经晚了 邮寄选票已成定局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特朗普为什么会输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2020年的时候正好爆发了疫情 民主党以疫情为借口 不仅要求选民采取邮寄选票 而且大幅度延长了邮寄选票的有效期 第二 邮寄选民很容易作弊 2024年 民主党没有疫情做借口了 无法再提前发放邮寄选票了 也无法要求延长邮寄选票有效期了 所以就算民调显示 支持哈里斯的占多数也未必能赢得了特朗普 因为支持哈里斯的选民中 很多压根就不会去投票 共和党的基本盘是白人 那些人投票是比较积极的 所以就算民调显示 哈里斯的支持率比特朗普高 哈里斯也没有必赢的把握 第四 美国采取的并不是普选 而是选举人团制度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 有48.2%的选民投票给希拉里 他最终获得约6584.5万张选票 而特朗普共获得约6298万张选票 占比46.1% 希拉里所获得的选票超过特朗普近290万张 希拉里得到的选票超过了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却赢了希拉里 为什么 就是因为美国采取的并不是普选 而是选举人团制度 就是因为特朗普的得票总数低于希拉里 却获得了总统位置 所以有人就质疑特朗普获得大选胜利的合法性 但特朗普却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如果可能的话 基于普选票数来决出胜者 那么我在大选中的表现甚至会更好 但是我要换另一种拉票方式 那么什么叫做选举人团制度呢 假设某个州有1000万人 每100万人作为一个选区 那么就可以分为10个选区 这10个选区中每个选举都选一个代表 那么就有10个代表 然后采取赢者通吃的模式 决定最终结果 某州1000万人 支持哈里斯的有501万 支持特朗普的有499万 那么最终这10张选举人票就都归哈里斯 这就叫做赢者通吃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懂了 假设有两个州 A州和B州 A州有1000万人 共有10张选举人票 B州有1100万人 共有11张选举人票 假设A州1000人中的所有人都支持哈里斯 B州1100万人中有500万支持哈里斯 那么支持哈里斯的总人数就是1000加500等于1500万 支持率就是1500除以2100等于71.4% 虽然哈里斯的支持率达到了71.4% 但是最终哈里斯却输掉了大选 A州1000万都支持哈里斯 那么10张选举人票就都归哈里斯了 B州1100万人支持哈里斯的只有500万 支持特朗普的却有600万 那么按照赢者通吃的模式 那么B州的11张选举人票就都归特朗普了 最终的得票就是 特朗普11票 哈里斯10票 特朗普获胜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支持率比希拉里低 但是最终特朗普却获胜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 所谓的哈里斯的支持率超过特朗普 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如果大家关注民调就会知道 在拜登和特朗普进行第一轮电视辩论后 两者的民调均为40% 但是几乎所有人 包括民主党人都认为拜登必输了 自从特朗普出现后 美国的民调机构几乎都没用了 特朗普颠覆了传统 原有的调查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 其实你看看全网的分析和世界各国的反应就知道了 2020年的时候 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敢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说谁输谁赢 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了特朗普必赢 只要特朗普在大选前能活着 所谓的哈里斯支持率超特朗普 只不过是民主党控制的主流媒体发动的一场舆论战而已 其目的是为了激发民主党人的斗志 忽悠选民去捐钱而已 你得让那些选民看到赢的希望 那些二傻子们才会去捐钱啊 不过是民主党人的费 该是民主党人的费